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海外综合 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 加拿大多伦多国际中心2月3号至5号 举办第31届多伦多高尔夫及旅游展 法轮功学院参加 向来往民众展示缓慢缘的功法 展位还出售书籍法轮功和转法轮 多次有人特意走过来说 你们的展位让人感到祥和 还时不时有人向展位上的学员设起大拇指 来展位学练功法的人源源不断 斯蒂芬接过学员地上的传单 他说 我正想要上网多阅读一些关于法轮功的资料 他表示 自己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过关于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消息 斯蒂芬说 我是坚决反对这场迫害的 因为信仰法轮功是学员的个人意愿 中共没有权利干涉 中共就是想要控制人民去按照他的命令行事 而不是像法轮功交给人们的那样 他还说 可是据我了解 法轮功是很好的 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 只会让人受益 真、善、忍是至关重要的 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2023年1月28日来到首都都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大街上 向世人传递大发的美好及迫害的真相 活动当天天气寒冷 不时有小雨飘落 然而 渴望法轮功真相的民众并未受到影响 一位年轻的爱尔兰女士在得知真相后感动的对学员说 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 你们依然还在这里 谢谢你们 你们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许多人在了解到中共依然在用暴力打压这个平和的修炼团体后 深感震惊 表示要将信息传递给身边的亲友 2023年1月27日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芬兰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练功静坐 用和平的方式抵制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 长达20多年的迫害 1月28日星期六 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在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展示功法 发传单和讲述迫害真相 一排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异象摆放在路边 吸引了过往路人的关注 有不少人停下脚步 上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法国巴黎第三区的艺术与职业街区 有很多华人商家和温州同乡 2023年1月27日下午 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和讲真相的活动 大学生瓦尼莎知道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 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后说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诺拉是在财务部门工作的国家公务员 她说 法轮功这样的功法对健康非常有益 能养神安心 在这样艰难的社会 我们需要这样的功法 不光是生产和消费 还应有自我反省 这也是为社会的健康尽责 美国纽约州希望山华人协会 于2023年1月29号 在希望山城青年中心举办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明慧出版中心也应邀前往社站位 展授明慧网出版的各种刊物 希望通过阅读这些刊物 给人们带来新年新希望 2023年1月4日 坐落在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 举办了纪念转法轮出版28周年读书会 邀请参加过九天班的初学者们回来 在活动中一起阅读转法轮并分享心得 前警察厅情报局干部李康明先生 分享了他在读转法轮中的神奇体验 他看到了其他空间辉煌壮丽的场面 他说 起初还以为是幻觉 揉了好几次眼睛 再看依然是每个字都是五光十色 金光闪闪的 是立体的 而且背后连着美丽的世界 不是幻觉 72岁才开始修炼的《身材日》女士说 因为被转法轮的第一句话所感动 走进大法修炼行列 至今已修炼18个年头 现在虽然90岁 但眼不花 不带老花镜也能看书 新闻请听大陆综合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 黑龙江大庆市 柴油酒厂法轮功学员 程巧云被绑架 关押构陷 近期已被非法判刑八年 八百赏法轮功学员杜春香被诬陷 非法判刑四年 程巧云杜春香都是在去年7月20号被绑架的 当天大庆警察非法抓捕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 黑龙江大庆市法轮功学员王露华和张丽华 2020年11月被萨尔图区铁人公安分局便衣警察绑架 构陷 据家人说 他们已经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所谓的判决书已收到 他们已上诉 大庆市现年6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书珍女士 2021年11月2日被警察绑架 被非法判刑七年 已经被劫持到位于哈尔滨的黑龙江女子监狱 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河北秦皇岛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杨书贤逆事 去年6月被绑架 去年12月8号 被秦皇岛市福宁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四个月 并被勒索罚金 湖北麻城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邹桂乡 用微信讲真相 2021年12月10日 被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高纯分局国安 伙同麻城当地警察绑架 随后他被劫持到南京非法关押构陷 南京方面图谋告成大案要案 未随后 非法判邹桂乡十个月 吉林长春法轮功学员王鹏 已被官城区法院非法判一年六个月 经律师辩护权完全被剥夺 去年7月20号 长春静越才与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曹辉 带一名警察到王鹏家找王鹏的母亲 王鹏母亲因受到这个派出所骚扰流离失所 他们没找到王鹏母亲 却以王鹏修炼法轮功为借口 进行非法抄家 并将王鹏夫妇绑架 随后王鹏被非法刑事拘留 浙江温领事三位女法轮功学员 锦平、王鹏、包玲令被绑架 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 据悉已经被非法判刑 锦平被冤判两年 八十多岁的包玲令被冤判一年六个月 王鹏被非法判多少 代查 江苏南京市玄武区法轮功学员王惠兰女士 多次被非法官洗脑班派出所 在劳教所遭残刃迫害 居委会与公安经常上门骚扰跟踪 2015年8月 他被绑架 网判一年半 2017年过大年前几天 被解释到南京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于去年12月25号 韩渊离世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法轮功学员方丽婷女士 隐藏其遭受中共的迫害 尤其是四年多的牢狱之苦 使她的身心遭受极大摧残 于2023年1月19日离世 终年53岁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由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我身边相信大法的人 疫情中都平安 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2月5日 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 搏头市大街小乡 几乎都看不到人 马路上也没有了来往的车辆 从电话微信视频中 听到看到 人们相互的问候都是 你养过了吗 留后遗症了吗 我家附近的几户邻居老太太 却经常在我们附近 溜达着玩 他们中最小的五十多岁 年龄大的快八十岁了 一天我遇到他们几个人 这几个老太太 争着抢着告诉我说 家里人都养了 上班的不能上班了 上学的不能上学了 我们几个老太太没事 我们不戴口罩落坑也没事 我说 咱们是个大家庭 你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 明白了真相 就都受益了 几个老太太乐得 合不拢嘴 他们告诉我 前几天 我们几个在附近溜达着玩 碰到在前面住的 中医院的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大声斥责我们 你们知道吗 现在医院里爆满 都是你们这个岁数的人 现在都没法收了 你们还敢凑在一起 溜达着玩 分开 快回家 把我们嚷懵了 老太太们还和我说 你看 年轻人们都吓坏了 我们没事儿呀 我说 你们见我面儿就说 法轮大法好 看真相资料 相信大法 每年还都到我家 要真相资料看 要真相排例送亲戚 所以你们得福报了 他们几个都笑着点点头 一起说 法轮大法好 我丈夫是个常人 他接到一个朋友 发来的语音信息说 我们全家都养了 我至今没事儿 法轮功管事儿 丈夫的这个朋友 经常跟我要 法轮功真相资料看 一天 丈夫的一个同学 打电话问他 你怎么样 我丈夫说 37度一天就过去了 没什么症状 那个同学又问 你媳妇呢 丈夫回答 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他同学脱口而出 法轮功 而且悄悄地告诉我丈夫 我这次问了 我认识的 练法轮功的同学 他们都没养啊 昨天在亲属 给孩子过满月的酒宴上 碰到了我 周立娘家的大嫂子 一见面 还没等我开口 她就拽着我的手 高兴地跟我说 就想看到我 要告诉我个好消息 我们小区这栋楼里 就我没得 我说 太好了 今天又给你带来了 大法师傅 在大年三十 给全世界人的讲法 为什么会有人类 你回家 一定要仔细地 多多看几遍 而且要让全家人 每个人都看 这关系着 每个人的未来 她的一个亲戚 站在旁边 一直在听我俩说话 我说 送你们两人 一人一份师父的讲法 为什么会有人类 每人一个 新下载的真相视频 优盘 和一本九评 共产党 我给他们介绍了 视频的内容 以及看的方法 告诉他们 自己看完后 再传给亲朋好友看 你们也功德无量 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接过去了 酒宴开始了 我们这张桌子十六个人 都是陌生面孔 利用吃饭的机会 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 并且告诉他们 一定要常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他们都能接受 这两个月 我接到同学 同事朋友的许多问候 也深知 他们都看明白了 中共邪党的邪恶 明白了法轮大法师傅 是来救人的 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为他们找到了真理 做出正确的选择 和拥有美好的未来 而高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传师父经文 为什么会有人类 评文众生 感谢生 作者 黑龙江大法弟子 旭日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2月7日 我和同修每天 面对面讲真相救人 几乎天天都有众生 明白真相后 让我们感动的故事 最近几天 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 把看有师父 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周报 发给周边的民众 让他们明白 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 有的很高兴地接受 我们就嘱咐他们 珍惜这份真相 他们都说谢谢 2月1日 我和同修坐在市中心繁华的街上 身边走过一对小情侣 同修对他们说 看这俩孩子 我俩和他们打过招呼 同修跟那个男孩讲 我就跟女孩讲 我对他说 孩子 现在疫情还很严重 有的地区火葬场都忙不过来 我真诚地希望 你在疫情期间平安哪 他笑着说 谢谢 我便讲给他 如果人是有猴子进化来的 那猴子又是什么进化来的呢 谁也没能说清楚 其实是创世主造了万物 包括神和人 做人是有标准的 必须真诚善良 能宽容别人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他点头回答我 你一定入过上仙队和共青团吧 你举手宣誓把命交给他 可是他 这个邪党 却不让你相信人是神造的 让你跟天斗 跟地斗 就是不让说真话 不让人善良 所以现在到处是假 遍地是黄 为了钱 连母亲都杀 这不符合天理 天就不要这样的人了 这瘟疫就是淘汰这样的人来的 要想平安 就记住天理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退出中共党团队 把宣誓的誓言作废 顺应天理 远离邪恶 这是平安的唯一办法 他听明白了 告诉我 他的小名做了三退 我还告诉他 大法师父向我们讲出了 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天机 这是佛法 今天你能看到 是你的造化 也是你的福分 送你一份 回家给父母都看看 让他们都能躲过这次灾难 这是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啊 他很乐意地接了过去 我叮嘱说 这是佛法 不能随意扔掉 要敬重 传给亲朋看后 要收好 他都认同 又给了他一个真相优盘 和一本明慧期刊明白 他都珍惜地收好 乐乐呵呵地说再见 在公交车站 见到一个高个子女士 我和他打招呼 你个子真高 今年多大了 他让我猜 我猜他不到40岁 他说那是他儿子的岁数 我说 儿子都那么大了 我祝你们全家 疫情期间都平安 他说 谢谢 我问他 你知道吗 从武汉疫情开始到现在 全国染疫 已经死去了4亿人 党媒根本不报 老百姓都说中央电视台 除了整点报时是真的 其余都是假的 现在疫情还很严重 什么药都不好使 只有一个办法能保命 有人告诉你吗 就是三退保平安 他说不知道 我就给他讲大法弟子遭迫害的真相 被活体摘取器官的真相 他很认真地听 他告诉我 他的小名叫小华 顺利地做了三退 我还给他讲 大法师父来传佛法 现在把为什么有人类 人来世是为了什么 都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创世主对人类的慈悲救度 今天我送你一份保伦大法师父的 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和真相期刊明白 你看后会明白人来世的目的 他两手提着塑料袋 接过去握在手里 我说 这是佛法 要静 装在袋里吧 看他捣不出手来 我就接过他提的塑料袋解开扣 他用手拖着袋子配合我 静静地等候 那一刻 我的感应就是 他明白了一面 无限感恩大法的救度 我被他的敬意感动 我说 我把最好的都给你 这个优盘你看后会受益无穷 这个护身符会保佑你 永远幸福平安 他一一地接过去 连声谢谢 我告诉他 回家如何保管这份佛法 他都答应 待上车时 我向他告别 小华再见 他回应 再见 我们在一个商场的大门前 看到冰队的滑梯有小孩在玩 我和同修过去和小孩打招呼 我问一位年长者 您是孩子的什么人呢 他回答是爷爷 我问他在哪个单位退休的 他说是造纸厂 我说 当年那个工厂多好 可现在被贪官给贪官给贪皇了 他说不贪怎么能发财 不是搞资本主义吗 没有资本怎么搞 我听明白了他在讽刺那些贪官 我说 中共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把天给人留下的传统文化都给斗没了 没有了 人 义 理 智 信 贪官的钱论敦署 江蛤蟆是最大的贪官 把钱都移到国外 苦的是老百姓 现在社会乱象百出 有的人被活摘器官盗卖 他说 是啊 还有这样的医院帮助杀人呢 疫情期间连疫苗也用假的 不是还说要查出 这个假疫苗的根子是谁吗 我们聊了很多 他对一些真相都接受 我有讲给他 为什么有这场瘟疫 怎样保平安 确认他没做过三退后 帮助他退出了党团队组织 现在很高兴 我有把护身符也送给他 他很珍惜地收起来 我把师父的经文内容讲给他 我说 这是创世主对人类的慈悲啊 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揭示过的天机 他主动要求要一份 我说 珍惜保管这份佛法吧 宏福会相伴您 童修给他的儿子和妻子也都做了三退 三人都得救了 再往前走 遇到一位年长者 我与他打招呼 您才多大年纪 就煮拐棍啊 他说 八十多了 我说 我爸都九十多岁了 还没煮拐棍呢 于是我就讲给他 念九字真言的神奇实力 这时 又一位老者 也煮着拐棍 停在我们身边听我讲 我以为他俩认识就没在意 他俩听明白后 我给他们一人一个护身符 后来的那位老者 当时接过去就照着念 真善人好 我问他 您多大岁数了 他回答 九十四岁了 我说 这岁数 眼不花耳不背 祝您长命百岁啊 他乐呵呵地说 见你吉言 先前那位老者对我说 我还以为他是你爸呢 这次我才知道 后者是自己来找真相来了 我接着讲给他们 这九个字 还能在这次疫情中 保平安救命呢 我把为什么三退 能保命的真相 讲了许多 这位九十多岁的老者 什么也没入过 那位一听法轮功 就说了一句 对师父不敬的话 我指着路上的行人 对他说 您知道吗 李洪之大师 希望你 我 他 和所有的人 在这场疫情中 都能够留下来 年前 李洪之大师 对世人讲了 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天机 这是李洪之大师 对我们的佛恩浩荡啊 我们的命 以及宇宙大穷万物 都是创世主开创的 我拿出 看有师父经文的周报 让他看 他说 我要这个 只见他的眼睛一亮 恭恭敬敬地 站直 郑重地说 谢谢你 谢谢李洪之大师 并退出了少先队 我把周报 亲自装在他的衣袋里 并叮嘱他要珍惜 2月3日 在市区最繁华街道的 一个公交站点 见到一位中年女子 我与她打招呼后 问她知不知道 疫情期间 三退保平安的办法 她说 我每次在这儿等车 都有大姨告诉我 我知道 我已经坐了三退 我说 李洪之大师 慈悲人类 讲出了 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天机 这是对如何躲过这次瘟疫 对世人讲的佛法 你善恶分明 有这个缘分 送给你一份 回去好好看看 再传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都能平安 好不好 她很高兴地同意我的建议 我又告诉她 怎样帮助他们 三退的办法 她都听得很认真 最后把周报收好 谢了又谢 2月4日 这天在同一公交站点 先后有两位男士 都高高兴兴地三退后 收下了周报 其中一个小伙子 听完真相后 他表示 在做商品推销工作中 也需要按 真 善 忍去做 还说 回去认真看看 师父讲的天机 另一位中年男士 接到护身符后 用要了一个给妻子 还说回家要用塑料皮儿包好 戴在身上 也说要珍惜师父讲的法 给亲人也看看 我和他们讲真相的过程 就像老朋友一样 把我的修炼体会告诉他们 他们都笑呵呵地与我交谈 让我很感动 要都记录下来 实在是太多 在这里 我再次带那些 明真相得救的众生 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同修之间需要相互提醒 作者 辽宁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2月7日 在我们的修炼中 我们经常会彼此交流 与相互提醒 在这个方面 我们地区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一 相互提醒用法对照自己 师父在弘吟实修中说 学法得法 比学比修 事事对照 做到事修 同修们在交流中悟道 师父要我们做到学法得法 每当我们遇到这样 那样出动心性的事实 我们应用师父的相关讲法 对照自己 找出自身的不足 尽力归正 否则可能出现 学法与行动脱节的状态 那时 往往会被人心 执着 人的观念控制 背离实修 多年前 本地区有一位同修 曾背诵转法轮二十多遍 但当问这名同修 在遇到触及新兴的事情时 是否能想起转法轮中相关的讲法 同修的回答是 想不起来 后来 这位同修被病业假象干扰了一年多 最终没有闯过这一关 由此可见 学法得能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才行 我们有的同修天目开了 能看到另外的空间 通过学法 我们明白了 大法修炼因不为幻象 假象所迷惑 应该以宇宙大法为判断依据 如果分辨不清楚真相与假象 往往做事不在法上 就可能在一些选择中 做出偏离法的判断 笔者接触过一些年轻同修 在择业时 容易受到常人中名利的诱惑 远离了较好的整体配合正直法和救人的环境 走入常人的拼搏奋斗之中 越陷越深 难以自拔 甚至几乎错失万古机缘 这里不是要阻止年轻同修正常择业 而是建议身边的其他同修 在合适的时候提醒这样的年轻同修 别忘了师父的教诲 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定是最适合我们的路 本地有一位同修曾面临一个选择 自己要不要回老家 思考多日下不了决心 很是纠结 后来他遇到一位同修 就把自己面临的问题和这位同修讲了 想听听同修的想法 被问的同修说 如果我们是为了注释正法 救度众生要回老家 那回去就对 如果我们是为了这个原因选择不回去 那不回去也对 如果我们是抱着为私为我的想法 要回老家或不回老家 那就怎么做都是不对的 因为基点不符合法 本地一位同修在一次讲真相中 被不明真相的警察劫持到派出所 非法审问 愈加迫害 同修面对多名警察的威逼 恐吓与诱骗 一点也不动人心 不被人面带动 只是怀着慈悲救度众生的心态 一边正念清除另外空间 操控世人的邪灵 一边给警察讲真相 不给警察迫害自己的机会 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 完全把自己交给师父 结果同修当日回家 过程中劝退了一个也被关押的常人 年轻的派出所所长 回家路上的出租车司机 二 提醒与劝善中的心态 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 因为大家都是在修真善忍 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 那么看到别人有不足 提高不上去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够善意地告诉他一下呢 大家误导 大法弟子互相之间的提醒与劝善 是善心与责任感的体现 在整体配合中 当我们有不符合法的状态表现或心不正 忘记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身份时 身边同修看到了 就应该像面对拒绝真相的众生那样 发自内心地给同修提个醒 共同在法中精进 提醒与劝善中的心态是为他的 至于对方接不接受 是对方自己的问题 不要执着 有的同修在交流中说 有的时候 同修之间发现不足 互相提醒 被提醒者 可能由于当时修炼境界所限 不能很快理解与接受 但能感受到同修的真诚善意 也就不会为自己去辩解 学法时 看到师父讲了这方面的法 知道自己真的在这一方面存在不足不正的状态 也会想起曾经有同修提醒过自己这方面的问题 也能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师父的法 如果提醒同修当时执着同修的执着 反而会起不好的作用 甚至形成间隔 也就是说 在互相提醒与劝善中 我们不去执着结果 提醒只是第一步发现问题 真正实修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 提醒别人时 不要挡住自己向内找 我们提醒别人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了自身对照法看自己 修自己 看到别人存在什么问题 首先向内找找自己 是不是也有同样或类似的问题 互相提醒时 还要修去怕得罪人的面子心 我们悟到 怕得罪人 怕对方生气 也是怕心 是人心 是人心就得去 我们要把心摆正了 如果怕得罪人 怕对方生气 就不提醒对方了 就不考虑对方偏离法了 怕这怕那 就不怕看着同修走弯路而不管 我们体悟到 当我们想着整体中的每个个人时 就是在想着整体 就是对同修负责 也是为他的表现 提醒时 要放下自我 才能有好的效果 提醒同修时 对自身的修炼不能放松 交流中 能观察对方的接受能力 状态 那可能需要放下自我 才能做到 这是修自己的因素 并不是自己一门心思 就是要说 必须都说出来 才算提醒同修 不是这样的 当对方当时不听 不理解 不想听 甚至反感的时候 自己还不知道 还在继续说呀说呀 也许问题正是出在自己一边 我悟到 要想能找到对方的心结 有针对性的提醒 我们只有通过学法 通过实修 不断在法上提高 这样不但能在提醒同修的时候 更快地帮同修找到心结所在 而且当我们用法来对照 自己的言行与思维 实修向内找的时候 也会更加得心应手 也就能够更准确地 给自己提醒吧 在此想说明一点 我们的修炼是在学法 得法 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和思维 在真正向内找 与不断修正自己中 在注施正法 救度众生中修出来的 不是靠别人提醒提高的 以上是笔者与身边的同修们 在整体配合中 在交流与相互提醒中的一些体会 如有不符合大法之处 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修去不善和自私 作者海外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2月2日 我注意到一种现象 有的同修虽然修炼多年 但是善良程度还不及常人 极端自私 同时 也有一些常人心地善良 宽容厚道 我自己就属于善良程度很差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个人认为 人的根基及成长环境不同 从小形成的价值观也不同 如果形成一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 改起来很难 形成的自私物质 可能像冰山一样 不努力实修 都很难去掉 我越来越认识到 自私和不善的严重性 这是严重背离宇宙特性的 不去掉 是无法进入未来的 因为未来的新宇宙 是为他的 而旧宇宙是为私的 是注定被淘汰的 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功夫 其他方面再好 也严重有漏 我观察到 有一些表现精进 而后来遭遇严重磨难的同修 就是非常自私和不善良的 我们应引以为戒 修炼不能绕过修善 一 不善的行为 我梦见同修A 不禁回忆起多年前的一幕 A有些孤僻 不自信 所以我瞧不起对方 在一次聚会中 我对A 爱理不理的 在场的同修B 也表现出对A的轻视 同修C 则主动与A聊天 A明显感觉到了 C所传递的温暖 而很高兴 我认识到 我和B都伤害了A 人都能敏感地感知 别人心里对自己的态度 其实A没有做任何 应该被人看不起的事情 善良人对别人的弱点 应抱有侧隐之心 我就在心里向师父忏悔 对A同修忏悔 去年的一次经历 对我很有启发 我因为与同修D 观点不同 而自以为是 总想说服对方 通过学法 我明白是自己的观念太固执了 我应该尊重人 就诚心地给D道歉 当时我身上长了个硬块 几个月里越长越大 道歉后 硬块几天内就缩小 最后消失了 我深感神奇 同时也体会到了善的重要 自己居高临下的态度 已经对人失敬了 也失去了善 想不到这么小的事情 并不小 回忆起当初长硬块 也是与我对人不善有关 而自己居然几个月都找不到原因 我认识到 我们在迷的凡理中 更是在旧宇宙灭的末后时期 世风已相当败坏 自己也随波逐流了 自以为不是问题的事 在神眼里也许是很大的问题 自己的感觉与神的标准之间有很大差距 过去自己在很多场合 都不能忍受同修小孩的吵闹 觉得同修留在家看孩子 对整体贡献更大 那种想法多么不善啊 其实家长在孩子哭闹时 真是又着急又难堪 遇到抱怨时会更感压力 应该善意理解 有的老年同修发言冗长 过去我也不耐烦 后来发现 有的同修粗暴打断 有的同修则耐心包容 从中能看出善心的差异 传统理念讲 尊老爱幼 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啊 中年同修 E曾强烈抱怨同修孩子的吵闹 说这是同修对环境的干扰 E脾气暴躁 后经历痛苦病业 理事 老年同修 F曾用皱眉瞪眼等 来表达对小孩哭闹的不满 F看起来很精进 突然遭遇横祸 离世 个人认为 不是说对小孩吵闹不忍的本身 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而是这能体现出一个修炼人的善心与包容 远远不够 还达不到西方表面文明的基本要求 而不善的心 也会体现在方方面面 这也许就是被救世力迫害的原因 二 不修口 我意识到自己说的很多话都属于不修口和毒蛇 比如抬杠 指桑骂槐 言辞尖刻 总想把话说痛快 有时还觉得自己一针见血 说到点上了 现在我悟导 说话应重口德 古人讲说话留三分 而毒蛇的背后 也许是毒蛇 当自己去负面评价别人时 场合越大 话语越重 言辞越巧妙 而令听者越赞成 给对方的德就越大 因为给对方带来的伤害也越大 我也听到有的同修议论别人 比如某某太懒 某某光会说不会做 某夫妻经常吵架 过去自己也经常这样 还觉得在说客观事实 师父在各地讲法六 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 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 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 我很惭愧 师父讲这段法多少年之后 我还在议论谁好谁坏 过去我不仅常负面评价一些同修 也会赞扬我觉得不错的同修 其实这也是人心 并且还有一种狡猾心 赞扬一些同修是为了反衬另一些同修 想让对方看到自己的问题 但因为出发点不善 就很难起到正面作用 近日 家人说起一位朋友的孩子太矮 我随口说了句 我随口说了句 某某 要仔细 不放过隐匿之念 我认识到应实时修心 过去自己不注意在日常念头中查找 发生矛盾又过不去 我体会到 人的执着心 好似在一丝一念中 不是发生矛盾时才表现 而是随时表现 仔细体察我发现 很多时候 一动念就是执着心在表现 因此要随时查找 找到后 还要马上强力发出正念去灭 过去自己妒忌心强 看到别人有所得 就好像自己有所失 看到别人有所失 就好像自己有所得 常看人笑话 幸灾乐祸 连帮人时都表里不一 伪善 比如 常人好友的孩子出事了 自己全力帮忙 但却不替对方难过 而是带有优越感 觉得常人孩子品行就是不咋样 帮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 但却并不关心对方 甚至还觉得对方有种种问题 恐怕很难好转 听到对方病业加重后 还感觉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探望病业中的同修 但自己心不到位 嫌浪费时间 得知同修去世后 第一念居然是感觉省了件事 帮人时的基点是未私的 目的是做好事 替自己积功劳 却生不出关心对方的善念 只想往功劳簿上添一笔 参与项目也是 既贪功劳 又不肯多付出 稍微麻烦就不乐意 现在我明白了一个理 自己怎么去想别人 神就会同样摆放自己 我还一直很反感 反感人心重的同修 其实对方正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反感人心重的同修 正说明自己人心重 而实修好的同修 是更加包容的 其实 将心比心 自己应该更能理解人心重的同修 自己不也是其中的一员吗 而人心重 不就是在人中形成的勾心斗角的观念更重 归正起来难度更大吗 对此 应该善意理解 四 传统文化的启发 通过和同修交流 我认识到 自己的诸多问题 都是因为价值观错位 基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价值观 孟子说 侧隐之心 仁也 修恶之心 义也 恭敬之心 离也 是非之心 智也 对照后我发现 自己很多表现 都缺失了 仁 义 理 智 为修炼的家人 曾指出我的根本问题是自私和不善 因此不知感恩 也不知足 只想索取 不想付出 过去我们争吵不断 非常痛苦 甚至都谈到了离婚 当我开始修心后 家庭和睦融洽了 我对家人印象也变了 发现 其实对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而过去 自己却看不到 5 私心不去 就不能修出真正的善 过去 我有个认识误区 觉得自私是每个人的根本问题 到了很高层次才能无私 我还早着呢 可是我却忘记了一个理 自私还是为他 这是新旧宇宙的根本区别 我过去不修掉私 等于是绕道走 我曾对自己的计划是 早起 大量学法 多练功 参与价值感大的事 觉得这样就是精进了 但计划中 却没包括修心向善 也错误理解了 笔学笔修的含义 笔学笔修 出自红银 实修 经常在形式和结果方面 与人攀比 却不对照心性 比如 听到别人学法练功更多 就感到压力 就想追赶上 听到别人哪方面好 如劝三退的人数多 就妒忌 生怕被落下 和同修好像是一种竞争关系 听到别人哪里不好 反倒松口气 觉得自己与之相比还不差 这是把修炼 当成人中的事去努力 但却不生善念 其实修炼不是人中的事 是讲放弃 放下 后退 无求 为他 成就别人 提高自己的 我发现有些在很多方面精进的同修 在修善方面却不够 比如 有的同修不时流露出傲慢心 有的觉得做重要的事才有价值 被别人占用时间 就感觉不划算 而急躁埋怨 有的同修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和难处 只关注自己的利益 利益不一定是钱 而是修炼人最在意的如时间项目资源等 有的同修在面对关键利益时 表现出一种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极端自私心态 个人认为 同修在其他方面的精进都很值得赞赏 但如果不重视修善 是很可惜甚至很危险的 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而修炼有素的同修 常怀慈悲祥和 走得很稳 六 体悟善的实质和表现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换位思考 自己的弱点不希望被人刺痛 自己也不要论人短长 自己犯了错 希望被人包容 自己也应原谅别人 我过去常对别人的错误揪住不放 是太不善了 自己有了好事 或取得进步很高兴 也应替别人的好事开心 自己遇到不幸的事情会痛苦 也应替别人的不幸难过 我过去对很多人都看不惯 似乎没一个好人 同修弟善良 老实 常提到 要将心比心 摸着良心 我觉得很有道理 弟同修看谁都觉得是好人 即使看到别人的问题 也只是感觉对方是一个不完美的好人 我过去还感觉弟眼光不准 后来发现 是善良程度的差异 现在自己看人比过去顺眼多了 在看不惯别人时 我知道根源是自己不善 越善良才越能容忍嘛 其实看人的顺眼程度 也许体现着善良程度 经常对人看不惯 说明自己要提升自己了 我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太大 需要挖根的地方太多 我边写这篇交流稿边反思 越加意识到 不善良真是生命的根本问题 我修炼二十多年了才意识到 其实这些年 除了家人指出 我也多次听到身边的同修或常人 谈到关于善良的话题 这也许是师父通过别人的嘴 在不断点话我 我早该悟到 弟子得法多年 却不会修 辜负了师尊的慈悲苦度 感恩师尊让弟子从一个极端自私的生命 渐渐清醒 一点点归正 今后 我一定真心学法 努力同化法 修出善念慈悲 以上是个人的近期修炼体会 不当之处 请同修慈悲指正 编著 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 谨与同修切磋 比学 比修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会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